潘兆聰 恐怖在戰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工作 我經常會去台灣或日本 另外我認識了一些 本身做完禮的大歌 他跟我說有些經歷 事緣是說 我有一位朋友 他有一個員工 其實是當地 他是苗栗的 他當地是三三角王廟的基童 台灣的三三角王廟 很出名 他有時工作就會去看老闆 這些可以做、這些不可以做 這些怎樣 在電視講的那些我不講 廢講另一件更靈異的就是 有一個地方是新竹的 叫竹南 那裏有漁會 他需要改建 中間有一棵大樹 是 他們又希望斬掉 然後在那個位置 建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確建 嗯 那當日呢 那位老闆 就被漁會邀請 去看報價 那樣 他去看一棵樹 那位基童那位 那位基童的貨機 就說 老闆 你這件事不能接 他問為什麼 我看到上面有東西 然後 那個老闆說 咦 有東西 那你請去就行了 你還可以的 是 他說這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上面坐的三個 不是靈體那麼簡單 是三個繞 哇 他說 如果你是要幫人做的話 你這件工程一定要 建一個雙倍 或者再多些價錢才做 因為你這樣報 你一定會虧錢 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 去請走那三個妖怪 就是這樣做很大的龍鳳 做很大的龍鳳 要花很多錢去請走它 哦 那好吧 最後呢 我朋友的伙計 就問那個 漁會的那個 負責人 他說 喂 喂 你這棵樹以前 應該出過事 那漁會負責人 就打一打 就說 咦 你怎麼知道的 他說他看到上面有三個妖怪 那漁會就說 哦 沒錯 其實呢 在你來之前的三四年 其實他們都已經想斬那棵樹 都是同樣的原因 就是希望用一個地方做其他事情 當他找了另一間原來公司 找了那個工人去斬的時候 下刀的時候 下了大概一到兩吋的時候 是 大概在兩米高 有一條枝條 一聲打到他的頭上 就這樣死了 蛤 這樣也死到 是很難的 就算 他也有做安全措施 但有頭龜 有頭龜 就摘下來 頸椎二位 就死了 嘩 所以呢 就跟漁會老闆說 其實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和精靈 去請走他們三個才可以做 但是最後 最後就是因為沒有做的 就是 他給了一個限期 我的朋友 我朋友給了一個限期 幾個月之前 其實就要做了 這樣 最後的漁會 就是過當天 最後一天才叫我朋友去做 當然安排不到 這麼多人手去做 最後就不了了之 這件事 噢 所以 當然請走不了 對 有個生命就是這樣 無辜枉死 對 所以那個靈魂 可能是依附落迷 棵樹倒 也有機會 那你就是那些 叫冤冤相報 我這麼慘死 在棵樹倒 原來棵樹本身是有事 他又不知道 這件事發生在台灣 對台灣 其實台灣人本身很相信這些 非常相信 這個朋友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有一個社區 在樓和樓中間有一棵樹 嗯 那小朋友 夜晚睡覺 住一個女兒居民 夜晚睡覺 睡得不安心 那些大人也好 小朋友也好 精神狀態很差 那 就找我的朋友去幫忙 去修剪樹木 說不舒服 看到棵樹已經不舒服 那 但是社區就沒什麼錢 那我的朋友就說 老闆 這件事你做了 你做功德 虧錢也要做 然後就幫他們收走那些資條 原來收走那些資條 就是那些樹枝 就是那些靈體 經常聚集的地方 那他做完之後 每個人有價好份 就算虧錢 虧錢後 整個社區的人 給他的禮物 更多於他要賺回本的錢 變成就當作做了一件功德 現在我看很多朋友的留言 可能有幾個都認同 有些人說 靖米本身是有些感覺的 有些研究者都用過一些探測器 對著一棵靖米說要砍掉它 然後數據馬上有所不同 我們沒有刻意做這件事 這件事比較科學 但是呢 譬如說 台灣人會摘聖杯問一棵樹 是嗎 是的 會的 問它可以斬不斬嗎 是的 會的 譬如說有棵樹 可能生病 就比較難好 台灣人會怎樣做呢 就是摘聖杯 問樹公你現在覺得是不是不舒服 通常出來的答案 我完全看過是沒有少杯 一問知道什麼是少杯 少杯 你問錯問題 就是同一面 同一面正面 OK 總之它不是聖杯 是的 聖杯是正一派 沒錯 同一個正面就是少杯 即是說你問錯問題 我所見到的就是 只有聖杯 或者是路 即是全部兩個放了下去 是的 即是機會率也好 但問十幾個問題 都是沒有少杯 即是問你 問一棵樹 你願不願給我醫 你醫完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會好一點 即是會有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是這些所謂 日月精氣神 它本身都是吸收 是 是嗎 周圍地有些能量 可能都是 你又覺得 有些人說斬樹的時候 突然間 為何有很多流出來的東西 像是血 當然那些不是真的血 是 而是樹裡面的樹枝 樹枝 樹枝 遇到空氣氧化 是的 但有些人說真的像是血 會不會有什麼可能性 有的 真的有的 像是血 其實有些工人 可能剛入行 以前那些 我們 樹裡面有一個品種叫血酮 血酮 斬下去 它的樹枝出來 會飆水 如果氧化了就會像是血 一樣出來 以前的人不懂 就會斬樹 怕了 有血 其實就不做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棵樹本身的特性 我亦都見到 Chartman說 有人真的斬樹 不知道是什麼樹 斬了之後 就不舒服了很久 是的 會的 有時候會的 你自己有沒有試過 當年可能是 不小心 或者沒有很注意這些時候 斬樹 然後自己 我自己也沒有 你從來都知道這件事 我想要敬畏 也是生命 蛤 沒有的 看完了 是啊 不好意思 每晚恐怖在戰的重溫 在YouTube看到的 只是幾分鐘的片段 如果你想看多點的話 有一小時的免費 沒錯 現在可以逢星期一至五晚 十一點半鐘 到Facebook專頁Hotbase 這裡 只要like我們 我們也可以在裡面 看到一小時 免費的節目 如果想看完全部 一個半小時 很簡單 只要你參加月費計劃 就可以了 聲音25元 看視像 就35元 還有 如果你現在想用手機APP 無論iOS 或者Android的手機 只要下載 BigBig Air這個APP 更加可以用手機APP 去看完我們 一個半小時的恐怖在線 不用想了 立即下載 立即付款